如果VC出過來 cosA 就可以寫成兩倍的VC 分之B平方 加C平方 -A平方 來 閉嘴閉嘴 聽我說啊 因為這個好重要的啊 我跟你講喔 魚全定你要背下來 有人習慣背上面這一個 有人習慣背下面這一個 我個人我兩邊都有背 反正我也會推對不對 我先教你背下面這一個好了 下面這個東西 你知道我念高中的時候我怎麼背嗎 你在旁邊畫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來 你畫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這是A B 我告訴你喔 cosA A在這裡 對不對 它會等於2VC 就是兩倍的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會背喔 兩倍的夾邊層級 B 我個人是這樣背喔 寫上去 兩倍的夾邊層級 哪裡有夾邊 B跟C這兩個邊是不是把角A夾住 我問你吧 B跟C這兩個邊是不是把角A夾住 所以這兩個叫夾邊 我個人在背這個東西 我就這樣背 兩倍的夾邊層級 就是2VC 分之夾邊平方和 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再減掉對邊的平方 所以我個人以前小時候 我在背這個魚群定理的時候 我是用中文來背的 兩倍夾邊層級 分之夾邊平方和 再減掉對邊的平方 把它寫上去喔 我個人是記中文 好不好 我個人是記中文 我沒有要記什麼2VC 分之B平加C平減A平 我沒有這樣記 我是記中文而已 兩倍的夾邊層級 分之夾邊平方和 請對邊平方 這樣可以嗎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們班 有沒有同學要發明上面這個的記法 上面這個你會怎麼記 如果現在讓你發明自己的記法 要把這個記下來 你不要跟我說 老師我回去唸100次把它背起來 不是喔 應該你要觀察它的特徵喔 我先講我以前怎麼記好不好 來你把這個A平方空起來 等號左邊如果是A平方 等號右邊這裡就會有一個誰 cosA 你聽喔 那如果這裡是V平方 這裡就寫cosV 你聽懂嗎 這裡寫小A 這裡就寫cosA 這很簡單 然後同學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高中的時候怎麼去記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是誰 你猜我怎麼記 你沒有發現嗎 V平方加C平方-2VC 剛好是誰 剛好是V-C的平方 你不覺得這樣聯想很快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我以前念書我是這樣記啦 這裡是A平方 這裡就cosA嘛 中間就是V-C的平方 V平方加C平方-2VC嘛 cosA 我高中是這樣記 很快就記起來 這樣可以嗎 我跟你講30秒 把我剛才講的東西消化一下 我們要開始做題目囉 做題目沒什麼了不起啊 這種題目大家都蠻會做 對不對 只是帶公式而已啊 欸我可以開始帶你們做題目了嗎 這個非常厲害的余璇定流啊 我教完囉 來那個中漢科 來大家分到226頁 我們來做一個基本題 下面那個隨堂練習 大家一起來做齁 在三角形ABC中 ABC長度3 ABC長度5 腳A120度 球BBC的長度 我建議你畫圖 同學他的圖長什麼樣子呢 腳A120度喔 快點120度 這樣可以嗎 AV等於3喔 AV等於3 然後ABC長度是5 所以這三角形大概是長這樣嗎 來幫我畫一下幫我畫一下 差不多了 欸應該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啦 他問你VC線段的長度喔 我告訴你啦 來收拾看我這邊 兩邊夾一腳球第三邊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余璇定理喔 來余璇定理我用一次給你看喔 請問你 x的平方 會等於誰 3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再減掉兩倍的3乘5對不對 就是3減掉5的完全平方嘛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cos的幾度 120度啊 余璇定理啊 我只是他媽在代公式而已啊 你會不會代公式 來 帶給你看喔 3的平方是9 5的平方是25 來 23665 30 減掉30倍的 我剛才在那個師班上課 當班有些同學 跟我說 老師我不知道cos120怎麼算 欸同學cos120怎麼算 他說 老師我不知道cos120是多少 所以這一題我不會 欸 其實你就這樣想嘛 cos120度 你就用我們教的那個換算公式吧 他是cos的幾度 180 80再減幾度 減60度 你用180度去換 180度是90度的兩倍 畸變我不變 所以函數會不會變 不會 他就是cos60度 那你前面是正還是負 由誰來決定 來向線來決定 120度在第二向線 第二向線只有一個人是正的 那個人是誰 所以對口算來講 第二向線是負的 前面就加一個負號 這個就是我們的口訣 即便我不變正負看向線 口訣是我們的好朋友 幫我們快速把他求出來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負的多少 2分之1 漂亮喔 所以來這裡是負的多少 負的2分之1 這只是代公式而已喔 9加25是誰 34 來負負得正15 34加15 49 每次考試都有那種天才同學 答案寫49 請問答案是49 s平方是49 請問你 x應該檔多少 7阿 愛說老師 負負責 這長度欸 怎麼可能是負的 哪裡抽 就是說你用負責 沒有我是說中間這個地方的展像 是b平方加7平方-2bc 再乘上 後面這邊再乘一個cos 就記那個結構 你懂嗎 結構的影響 我個人是這樣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更厲害的技法 我不知道 說不定你有一個更厲害的技法 我個人念書是這樣的影響 但是我也會推 推其實也很快對不對 我會推啊 會推才是王道啊 你們都不會推你們都只會背公式而已 對 來 我們再來做題目 你分到227耶 來閉嘴閉嘴來 227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 我直接帶你們做第二小題 他說一個三角形 AV線段長度是多少 5 哎呦 VC線段長度是多少 6 來 AC線段長度是多少 7 不對 第二小題要按計算機 對不起我是白癡 計算機我們沒有 那我們做第一小題好了 我們來做第一小題 因為第二題我們不能做 我們沒有計算機 第一題AV是多少 7 B B C是5 來 AC是3 請問腳C是幾度 來 腳C是幾度 我可不可以先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直腳對腳頓腳給我一個答案 你看不出來嗎 我問你喔 他的最長邊啊 來我問你7的平方 他這裡是5的平方 加3的平方 欸7的平方是多塔 49 5的平方加3的平方是多塔 34 欸對不對 對不對 他的平方比他的平方加他的平方大 所以 這個腳就是他是不是有一個腳是頓腳 對吧 所以這傢伙公平就是什麼三角形 這是個頓腳三角形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圖畫出來 他的圖長什麼樣 我給你30秒 你先畫他的圖吧 他的圖大概是 AC要等於3喔 然後 大概是類似這樣 VC要等於5 然後AB要等於多少 7 OK 大概是這樣 欸這樣可以嗎 這顯然是個頓腳三角形 這沒有問題喔 OK喔 他要問什麼東西呢 他要問你腳C的度數 欸這個腳C 他到底是幾度呢 我們就透過什麼 魚懸定理 來 魚懸定理 C 可算C 還有同學看我這邊 魚懸定理有兩個形式 他的第二形式 我個人也有記憶 來 可算C叫做什麼 兩倍的什麼 夾邊乘積 3跟5 2乘3乘5 分之夾邊平方和3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再減掉對邊7的平方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把可算C算出來 魚之三邊腸要求角度的時候 魚懸定理 嚇死我 不好意思 魚懸定理是我們的好朋友 這樣可以嗎 我再講一次 魚之三邊腸要求可算 魚 是不是可以用魚懸定理 我算給你看喔 這算出來多少 2366530 這裡是9 這裡是25 再減掉49 所以這30 34-49 所以是負的多少 15 所以是負的2分之1 好 可是我教在這裡 那個師班佑的同學有意見喔 他說老師 cosC等於負到2分之1 我不知道C是幾度 阿C是幾度 你知道喔 阿C是幾度 你知道喔 一百二 阿為什麼是一百二 因為 因為C是負的 然後他是二分之1 因為有些同學不太熟 對不對 如果你不太熟 其實我覺得 你乾脆回到一開始那個單位圓好了 我畫一個單位圓 其實這個答案就跑出來了 你知道喔 來你把單位圓畫出來 仔細聽喔 就慢慢來喔 我們知道單位圓上的點喔 這個P點的座標 S座標就做誰 cosθ Y座標就做誰 sinθ 對不對 他現在跟你說cosθ是負到2分之1 xs要等於負到2分之1 他顯然是一條千直線喔 來你把這條千直線畫出來 x等於負到2分之1 請問這條千直線跟這個單位圓有幾個焦點 兩個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請問你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上面這個點還是下面這個點 上面這個 為什麼不可能是下面這個點 因為如果是下面這個點的話 這個角度會超過幾度 180 這個C是三角形的內角 三角形的內角不可能超過180度 你聽懂嗎 他只會在0到180之間 所以下面這個點不用考慮了 我們考慮上面這個點 那上面這個點來 你這樣做喔 他是單位圓 所以這一段長度是1 那請問你這個長度是多少 1分之1 對吧 OK 那這個呢 就是你的θ 對吧 這個就是你的角度嘛 對不對 你就用定一區小 那你看喔 這個直角三角形啊 這個角度 這個對的長度是1分之1 那直角是他的兩倍 是1嘛 那請問你這個角度是幾度 這是你熟悉的角度啊 這個30度啊 那這個是幾度 這個60度嘛 那請問你 你這個角度應該是幾度 當然是120度啊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點啊 這一個點 他的座標 我寫給你看喔 這一個點 他的座標 s座標叫做cos多少 120 y座標叫做sin 120 對不對 所以cos120度是負的2分之1 沒有錯 如果你沒有辦法直接反應的話 你就畫個圓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 所以來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來 腳114幾度 120度 對不對 就是一百二百度啊 就是這樣啊 這樣可以嗎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跟你講 魚圈定理沒什麼了不起 魚圈定理 他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他把它記下來 他考試你就看題目 然後就可以用 但重點是他怎麼出來的 這個就有點難啊 你要想想看 哇 我要帶你做另外一個重要的題目 這一題做完 我覺得今天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你翻到後面來 228頁 往後翻耶 我要講一個 這是那個聯考的考題 這一題好重要的啊 我們學校也會考的 來228頁 這題目給他五個讚 我等一下會直接講誰當聯考 我跟你講這第一考啊 這台灣哪一天高中不考這一題 這種題目一定會考的啊 而且他連操作的走法都是不考的 一定的 這種題目你一定要注意哦 這個每個高中生都會做 你要稍微試一下他的做法 這樣好不好